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习近平思想写入了党章 习近平他想要成为伟大领袖的梦想 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但很多人也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这就是习近平思想真的有用吗 难道习近平治理国家真的靠所谓的习近平思想吗 从中国的传统来看 中国过去历代的统治者一般都比较谦虚 或者说一般手没有伸那么长 他没有去跟知识分子来抢思想这个制高点 中国古代的一贯观点是 提出思想原创思想是知识分子的事情 皇帝呢你就是把世界上最好的思想拿来应用 你用这种思想啊来治理好国家 这个是皇帝的事情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 皇帝的任务不是提出什么伟大的思想 而是你把国家治理好 所以中国历代的皇帝都是孔子孟子的信徒 他们都用孔孟思想来治理国家 但是没有一个皇帝声称 我进一步发展了孔孟思想 我把孔孟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当然孔孟思想确实也是在发展的嘛 明朝的朱席 宋朝的朱席 明朝的王守仁 也就是王明阳 他们都对孔孟思想做出了比较大的发展 在中国的皇帝看来啊 发展孔孟思想那是知识分子的事情 皇帝也不许跟知识分子抢这个方案 宋朝的皇帝 他没有把朱席的思想抢过来 变成什么赵孔孕思想 明朝的皇帝也没有把王明阳的思想抢过来 变成什么朱元璋理论 皇帝啊 他把思想理论这些荣誉性的东西 都是让给知识分子的 他没有伸手去跟知识分子抢这些东西 中国的政治传统啊 是所谓的叫做政教是分开的 那么政治就是政治宗教就是宗教 两者所谓是精卫分明 这应该说是一种比较好的政治形态 现在成功的西方国家基本上也都是搞的政教分离的体制 有一些搞政教合一的国家搞的都不是很成功 不过呢 西方啊 在中世纪曾经有那么一个时代啊 是叫做政教合一的时代 所以呢 现在西方的政治体制呢 还有很多政教合一的烙印在里面 一些强人政治家喜欢提出一些所谓的思想理念这类的东西 这样啊 就偏向于政教合一的教皇了 中国第一个政治领导人提出自己的主意 那是孙中山提出三民主意 这可以说啊 孙中山是在模仿西方的教皇 应该说孙中山提出三民主意 就给中国政治开了一个不太好的开端 也就是说 政治领导人开手插手啊 思想主义 这些本来是应高知识分子学者去搞的东西 马克思他是一个纯粹的学者 马克思他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啊 是通过大量的学术研究之后 才提出来的思想极大神的东西 马克思之所以成为思想大师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影响全世界 也是因为马克思他其实是一个学者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花费了很多年 花了很大的功夫研究出来的学术成就 所以他才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 不管马克思主义是对还是不对 马克思作为一个学者提出自己的主义 自己的思想 这是应该提倡的 我们需要各种思想进行摆下争命 可是政治人呢 可是这些政治的领导人呢 他们如果来提出思想主义之类的东西啊 就有点不累不累啊 因为政治领导人他们的工作是非常繁忙的 他不可能静下心来去研究什么主义思想 那么深奥的东西 所以呢 政治领导人啊 你应该把主义思想这些研究工作 交给知识分子去做 等知识分子研究出来好的思想以后 你们这些领导人拿来应用就可以了 说实话 凡是领导人搞出来的什么思想主义 都是一种政治上的成就 它不是一个学术上的成就 三民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政治上的成就啊 你只能是在一个时期 或者在某一个国家产生一些影响 你不可能成为世界级别的影响 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不过 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之后 就给中国的思想界造成很大的麻烦 首先啊 孙中山他以一种类似于教主的身份提出这个主义之后啊 人们就没有办法对三民主义 他是不是正确这个事情进行质疑 进行辩论 更不能对三民主义提出相反的看法 大家都知道 所谓真理 他是需要质疑 是需要来辩论的 所以才有真理越辩越明这么一句话 自然科学之所以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的真理 就是因为自然科学的任何主义啊 任何思想都是可以去质疑的 都是可以去辩论的 比如说达尔文主义 就有人很多反对 有很多人质疑 但也有很多人相信 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叫做 真明的状态 最近新闻界热炒的所谓引力波 那就是爱因斯坦对牛顿的理论提出了质疑 提出了引力波的概念 当时有很多人反对爱因斯坦的引力波 认为牛顿是对的 爱因斯坦是错的 也有人认为牛顿是错的 爱因斯坦是对的 最后这个争论就是要来实验 来验证 现在科学家观察到了引力波 也就是证明爱因斯坦是对的 牛顿是错的 如果人们把牛顿定律看成是三民主义那样 是不可知己的 不可辩论的 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那么就不可能有爱因斯坦的出现了 1928年国民党统一中国之后 就把三民主义作为中国的指导思想 国民党修改后的中华民国国歌 歌词的第一句就是三民主义 误党所从 现在台湾的国歌歌词的第一句 也还是三民主义误党所从这句话 尽管台湾现在已经民主化了 但是他要把三民主义这个指导思想给去掉 也是非常困难的 1928年国民党把三民主义作为中国的指导思想之后 曾经在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弹和反对 著名的自由派学者胡适 在他的人权论集的序言里就明确提出 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 上帝我们尚可以批评 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胡适虽然和国民党他是一个合作的关系 但是胡适对国民党他的思想言论自由方面的批评也一直没有改变 虽然说胡适跟蒋介石的私人关系也不错 但是蒋介石他在国民党内部说 胡适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 胡适在1962年死于台湾 国民党以高规格给胡适就修建了陵墓 现在胡适墓被称为胡适公园 胡适的墓志明是这样写的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 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 为民族的尊荣 为人类的幸福 而苦心交思 必经劳神以至生死的人 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很多人批判胡适 其实胡适对中国文化的继承 对民主宪政道路的探索 对思想自由的争取 还是起到了他力所能及的贡献 毛泽东也是孙中山的信徒 他也要提出自己的主意和思想 不过为了表示谦虚 毛泽东没有提毛泽东主义这个说法 而是提出了毛泽东思想 在用词方面 毛泽东思想似乎比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要低一个级别 但是在事实上 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力度和广度是远远超过孙中山的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毛泽东思想成为了指导一切行动的思想 不管是指导文学界艺术界 甚至连杀猪都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 这个不是说笑话 在1966年10月1日 人民日报的国庆专版上 就正儿八经的登了一篇文章 他的题目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杀猪 毛泽东思想的一家独大 他就造成了整个思想界叫做万马其鹰 没有人敢提出新思想新理论了 因为我们所谓的新就是和过去的东西有所不同 有所不一样 你才能说是新嘛 但是在那个时代 凡是跟毛泽东思想不同的东西 都是反动的思想 都是要批判的 要坚持毛泽东思想 你就不能提出质疑 不能创新了 因此毛泽东思想就成为了中国思想理论发展的一座大山 就压在上面抬不起头来 毛泽东思想啊 他搞的这种所谓提倡自己的思想的东西 完全是在学西方了 因为中国传统上啊 这些什么秦皇汉武之类的这些所谓伟大的君主 他都没有伸手要思想主义这些比较崇高的精神领域的东西 我们没有听说过秦始皇思想 汉武帝主义这样的东西 在中国的传统上 对皇帝的评价 他并不用伟大光荣正确这样的词 中国人对这些事情也不感兴趣 现在中国人接受了西方的思想之后啊 把秦始皇说成是什么伟大的皇帝 可是在古代中国对秦始皇的评价是很低的 在古典名著《红楼梦》里头 有一段对历史人物非常著名的评价 《红楼梦》里这样说 大仁者修制天下 大恶者扰乱天下 大仁者摇顺于文武孔孟成诛 大恶者赐游贡公宙 始皇王莽曹操安禄山秦桧 可见在《红楼梦》那个时代 中国人认为秦始皇是历史上最坏的人物之一 中国在古代说哪个皇帝是好皇帝 是看他治理国家的能力 如果国家在皇帝的治理下 天下太平人民富裕 那么这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好皇帝的标准 相反如果皇帝把天下搞得国家大乱 人民贫困 这个就是坏皇帝 所以孙中山毛泽东这样的领导人 他就是在中国开创了一个新的叫做历史时期 就是领导人他不但要现实中的权利 他还是要思想界的那么一个主义思想 后来就是毛泽东这样的人 他们搞的这套东西又被他们的后来的记者 就是后记者继承下来了 邓小平执政之后 他也提出邓小平理论 江泽民执政之后 他也提出了三个代表 胡锦涛执政之后 他也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现在习近平又要提出习近平新时代思想 所以说现在就是中国这些领导人 他已经不满足于现实 就是现实中的这些权利的大小了 他们还要伸手到思想界去抢高度 我认为中国近代学西方一个很失败的东西 就是不应该学西方那些政教合一的东西 我们现在学了以后 就是国家领导人就手伸得太长了 他现在已经不满足这些政治领导人了 他还要当思想上的大师 这样一来呢 国家领导人他把手就伸到思想界 就整个把思想界的发展给遏制了 我认为中国的领导人 还是应该回归到中国的传统比较好 应该把治理国家作为自己一个专业的责任 不要去管别的事情 至于思想的发展呢 你应该让知识分子去当思想界的指导大师 好 今天就说到这里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